这一年其实从去年的超级球开始 和篮球的关系非常的密集 你怎么看待自己身上篮球这个标签 篮球这个标签 我觉得就是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 自己的一个热爱 就是怎么说呢 能有这种工作机会 我觉得特别开心嘛 就算没有这种工作机会 就是我平时也会打球 也会跟朋友有球局啊什么的 人家也会看球赛 所以我觉得篮球 就一直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对 我们的那个动作是结合了 詹姆斯和库里的 因为我们这里面三个人是詹迷 然后还有一个人是那个库里的粉丝 然后我们就把他们两个 清除动作结合了 做一个他们两个人的一起的一个 对 清除动作 对 不打架 打不过 他们打不过 我们三个赞迷他一个库里库里粉丝 对 嗯 所以今年有关注过吗 今年有 但是没怎么关注 对 因为 以后也会 狐猿种 冠冠军因为 对 副忍种贯 冠军因为 所以 règ才能做个孕炎 不呀 之后我觉得不SomeB 谁赢我都无所谓 对 那没那么多奖 这就是比那个渴艰 C 对 在那你明年 他们做对ры 能够美国圈为什么 明年成功过了 shows 对 我可能会 rounding special 这谁给我们砖 上班户 也都可以吧 那咱们就是你对之前这样子的这些比赛和赛场和赛场下的瞬间 你怎么说是最反动的 我觉得是那年 其实拿总冠军那年吧 然后最后在球场中心 然后跪在那地上 跪在场中心哭的时候 真的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场比赛 对那会儿 因为那会儿我们是在学校 那会儿我们在学校 然后一对室友在一起看 然后当时看那儿的时候 也就也是就快不行了那种 那当然 因为我们整个体制都是就是 支持歧视的 所以当时特别嗨 那个回忆也是个特别美妙的回忆 对 怎么说呢 我觉得他们就是 就像我们从小一起打球长大的和以前球队的朋友 就是我们可以很长时间不联系 然后也可以就没有工作上的交集 没有利益上的交集 但是 就哪怕大家都变了很多 但是就是大家一回去 然后又在球场上预约 然后又有人跟以前一样 因为以前可能是在水泥地里面弄球场的 大家就是晚饭过后就 当然在球场集合打球 然后现在变成 因为现在没有水泥地的球场了嘛 但是可能条件会好很多 但是不变的还是我们那堆人在一起打球的那种 那种感觉吧 那种情感上的东西 就永远都是不会变的 只要有一颗球 有个球场 我们所有那堆人还是可以玩到一块去 无论现在大家从事什么工作 现在大家是怎么样也好 但大家因为 我自己吗 我自己啊 我记得 怎么说 我那会 我是我们 就是那堆打球朋友里面年纪最小的一个 那时候他们全都欺负我 那会他们全都 六年级初一 那会我才三年级 就都比他们矮一半的那一种 然后我就一个进攻欲比较强的人 就死往里冲 然后后来就有一颗 有一颗突破打进了过后 因为那时候打进了 突破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因为进去都被吃火锅 然后那个突破打进了过 然后说 就是在那帮你庆祝的那种感觉 对 所以你在几场上是会放狠话 或者说垃圾话的那种 会吧 对 特别是如果我冒了别人的火锅 然后我还会 咦 嘚瑟一下 这让他很气很难受 那现在看着周瑞两人也互相放了一下狠话 那个 那个不算狠话 那个像脸压 脸压他的话 去年还记得赛场上 就是过了他上来 见到的那种 还记得记得记得 后来还看了好多遍 还在他面前看了好多遍 那上次你去年参加的时候是说 在参加的所有艺人里 去第一 第二是谁跟我们在 今年 还是想 今年 怎么说呢 有了去年经历发现 就是厉害的人还是挺多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第一 还是要去争议一下的 对 所以今年有觉得 谁是潜在对手吗 谁是潜在对手 我觉得所有人都是我的对手吧 就来到这儿的 这应该大家都是有备而来的